因為有時候另外一半 一個新病太重 被逼急的怎麼辦 需要怎麼治療他 嗯 之前我就有交過一任男朋友 然後他是那種 有點恐童的 而且他覺得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同志 他覺得所有的男同志 都是只是為了接近女生 假裝喜歡男生 天天我身邊剛好有很多 很多同志朋友 所以他那時候 就會不准我跟他們出去 有一次呢 是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他要辦生日 然後因為我們是那種 認識十幾年 就想說 我不管啦 我就是要去 然後我就 我就背著他去了 他那天就覺得我怪怪 他就去看我其他朋友的線動 發現說我在那裡面 他就知道說 我去餐 對 然後他就立刻殺過來 因為那天我那個同志朋友 他辦了蔡依林他 現場所有男同志朋友 但是他們都已經辦成蔡依林 這麼女性化 在那邊大跳 那個Dr. Jolin這樣子 他就來 然後就罵我說 你們這個就是在 多批派對 你們就是在多批 然後就在現場 跟我大鬧耶 然後我當下真的覺得 好對不起我朋友 但他們覺得很好笑 可是因為後來 我就真的受不了 他就一直覺得說 你這些男同志朋友 他們就是想要跟女生幹嘛啦 一定是你 然後你一定都跟你 這些同志朋友有一腿啦 他們都不是 因為以前真的有這種事啦 對 然後後來受不了 就只好分手 然後就是大家 一致認為他就是同志嘛 對 那女主持人跟他也很親密嘛 想說 你是同志 有什麼關係 所以換衣服的時候 就會直接 就一起進去喔 後來三年後呢 那個服裝師 告訴我說 他要離職了 為什麼 我要結婚了 跟女的 對 他是不是會結婚 真的啦 然後那個主持人 那你為什麼裝同志 因為他想說要打入服裝圈 這樣子比較融入啦 那以前不可思議的世界 都要穿得很V嘛 那個年代沒有New Bra 很久了 然後就習慣用殘膠袋 後來呢 後來他們就說 跟服裝師進去 結果就一個男的你知道 後來跟他進去 然後他們就說 他放心 他是那個姐妹 姐妹妹 每次 你這樣講 我很害怕 真的假的 會不會 過去都過去的 像我老公就是以前常常會 譬如說我電話手機 響了一下 他就會這樣 瞄一下 看我在看 就是說看一下這樣 那你這樣看得到什麼嘛 對不對 那我以前的個性就說 你看啊 就是誰啊 這樣子 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行 我得弄他一下才行 所以於是呢 就譬如說 有時候你會約 譬如說Rei通告是 十點鐘 他就會先簡訊說 菊姨姐可不可以 現在可不可以通話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手機 簡訊一響的時候 我就看一下 我老公看我吧 然後我就這樣 不異 不異 然後後來電話就響了嘛 對不對 響了 我說 還走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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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整個人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很... 對 他就很急 然後又生氣 就假裝就出來 要醜冤 要看我在幹嘛 然後我就譬如說 我就跟他們講說 對 然後明天 第幾場呢 然後怎麼樣 他就知道我在Rei通告 然後我回來了 之後他回來了就過來說 你很會弄我耶 我說 對 我就說你幹嘛 你要有什麼事 你直接問我就好了 我都給你看啊 你幹嘛就怡婦這樣 我就是故意 就是怎麼來 我就是OK 房哥他愛你了啦 沒有 他愛 他自己的時間 他不能沒有 育膚有數 就講疑心生暗鬼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 分享一個就是呢 其實當年在三十年前 有一個呢 十大槍擊要犯 他叫林來福 那其實他當年呢 其實他父母親離婚之後 他母親改嫁了三次 最後他就跟了養父 所以才姓林 後來在國中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醉學 我不要在那個了 我不念書了 不念書之後他幹嘛呢 他就跑到呢 賭場啊 或者是人家那種 有沒有 酒店下面啊 當那個 慢慢大家看到那種 有一些大哥來來去去 他也覺得說 每天都要被這樣子 有一點像貶抑 或者看不起 在那個環境底下 他多少看大哥那個開口 他有一天他也覺得 他要學那個大哥 他就到那個 那個西伯島的 煙腸湯的那 他就學他們就說 煙腸拿起來 他就吃了這樣子 不管擲書 因為他發現大哥擲書 也是早吃啊 所以他就學他們就對了 這個打的老闆就說 你擲書就吃我煙腸 說拜託你這裡做成你 我幫你吃煙腸給你面子 那個打的老闆說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敢這樣 你又不是大哥 就因為這樣的口角 然後他就把那個 那個 香腸攤子的老闆就幹掉了 對 這是他的第一起 這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對 這麼小 這個 然後但是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開啟 他的接下來 他就跟那些角頭啊什麼 就組成了一個犯罪集團 有自己的天下 但是呢 吉他角頭的老闆 那個老大有聽到風聲 所以這個其實呢 非常的凶狠 應該會來搶我們的地盤 所以呢 後來呢就是開始呢 就是有鎖定式的呢 希望呢可以就是找他麻煩 要幹掉他 老大呢 有一天呢 他們就是集合起來 就把他叫來 但是那天呢 很可怕的是 這個林來芙 他帶了一個衝鋒槍 當場就是 哨哨哨哨哨哨哨 在上擺槍喔 把所有大哥幹掉了 把現場所有人都殺光了 所以後來這一個林來芙 就是呢 他有鬼劍仇之稱 很可怕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疑心 你知道在任何的領域 都是疑心 後來會導致很大的悲劇 那這個他其實他 腹法的時候才三十一歲 哇 當時那個新聞 轟動 但沒想到好的不靈 壞的靈 心存懷疑 卻猜中 嗯 我們做律師其實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客戶 我們講我是不是真的 像我印象很深刻 我出去過一個 性侵的案件 他當時還找我說 因為他的三歲女 指控他記親 其實你要接這種案件之前 你會很猶豫啊 對啊 對不對 你看一個三歲的小孩 真的 如果萬一是真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每次都很猶豫 要不要接這種案件 因為萬一接不好 你又被他罵說 你律師 像他助紂為虐啊對不對 魔鬼代言人 只為了淺 可是每次我問他的時候 他都很信思淡淡跟我說 律師你要相信我嗎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對女兒做那種事情啊 我這麼愛她 她現在就是我前妻在待 我難得看到她 我怎麼會對她做這種事情 一定是我前妻 有興歡的 為了要跟她興歡在一起 所以才會誣告我 讓我今天坐牢不要再去糾纏她 我說可是你跟你前妻分開的時候 是怎麼樣 是你們有不合嗎 她就說沒有 我說他們只是感情淡分開 我說那真的不合理啊 那我覺得最後讓我覺得說 我中之委任的關係就是 姐妻開庭了 姐妻就說 那你要不要接受撤謊 那她就問我說 接受撤謊好不好 我就說可以啊 如果你真的沒有做的話 那你就接受撤謊 結果真的喔 姐妻就安排了 安排她在調局撤謊那一天 其實她就不敢到 她就不敢接受撤謊 結果下一頂開 姐妻就問她說 那你為什麼那天安排了撤謊 你為什麼不到 她說沒有啦 我本來就沒有要接受撤謊 是律師幫我安排的 那她直接說我說是我律師 是我律師自己擅作主張的 幫她接受撤謊你知道嗎 她說從頭到尾 她都不願意接受撤謊 所以我就不接了 可是你看 我就真的覺得太有鬼 那後來我大概輾轉去問 她真的就被起訴 那好像判了 因為小孩子啊 未成年 她的氣 現在就有一個這個太太啊 大概接近快退休的年齡 然後呢 太太想說我孩子也大了 那我覺得生活上沒什麼重心 所以我想成長自己啦 所以她在網路上 報名的心靈課程 她覺得這樣子 我可以充實我自己 我每天也不會犯無聊 結果自從她去上課程之後呢 她老公就發現有點怪異 就是直覺 因為她老婆只要下課回來 我們可能洗碗收碗啦 或是摺衣服啦 難免肢體會碰觸啦 會軸啦 然後可能就會拿東西給老婆 互動這樣子 太太只要被先生碰到手 身體 太太就會直接講說 你是不潔之人 然後先生就會覺得 嚇到 什麼叫做不潔之人 太太說 你不要常常碰我 不然我今天上的課就白上了 然後晚上 夫妻總是會抱抱啦 或是可能要愛愛對不對 這些都很親密的動作 這時候老婆就馬上會起身去翻 她床頭的農民粒說 今天是睡15 今天初一十五 然後老婆就會接著 跪在床上 朝他們窗戶的那個方向 何時這樣拜拜 然後念念有詞 先生第一個反應就發現 他一定是進入了所謂的 先生呢就默默就講說 好 那我用一個方法 隔天呢先生就開始裝病了 我頭暈 因為我站不住 我可能暈眩 就請太太陪他去醫院門診 那你看一次檢查 兩次檢查 三次又健康檢查 其他的血液檢查之後 太太就慢慢沒有時間去上課了 那後來先生也慢慢跟 太太培養了這個 可能一起去買買菜 一起去走走路 培養共同的興趣 就是變得比較健康 也比較這個正常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種質疑呢 他是有第六感直覺怪了 可是我覺得像 他今天這個處理方式 非常有智慧 他如果是用極端的 譬如跟蹤啦 譬如說可能 偷偷地看你的賴 會引起對方的不滿 反而對方可能會更故意 滿衝 滿衝 看病這件事情 大家最常醫神醫櫃 因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人 叫做鄰居 所以就是 大家很喜歡問鄰居 我們就有一對夫妻 然後太太常懷疑先生 生了很多病 因為鄰居都會跟他講一些 各式各樣的事情 舉例來說太太發現先生 整個額頭黑黑的 太太就 對 硬糖花黑 這個一定有事 醫院檢查也都正常 所以好 他就說算了 後來又開始 背這個地方還痛 後面這個地方 背還痛 不是 膏盲 膏 膏 衣服先下來有一個 沒有那麼嚴重 好可怕喔 病入膏肝 所以病入膏肝 想說很嚴重 趕快又檢查 還是正常 然後結果上車的時候 很容易腳去拐道 去踢到車門 我後來檢查 排斥正常 可是先生就覺得很受不了 就是他這種日常生活 太常聽隔壁講什麼 他就相信什麼 可是後來 他又有一次上廁所的時候 先生平常上他的 結果他有一次進去刷牙 他說你這上廁所味道很臭 你這有問題 一定要去檢查 結果先生這次又生氣了 結果說不要啦 每次都這麼多事情 他說你等一下上廁所 以後最近 要看你的分辨 結果看著他也要說 我覺得比平常細 先生結果看得很久 真的嗎 我怎麼都看不出來 有比較細 結果最後 好厲害喔 結果很多次 終於有一次抓到了 對 那先生就說 這可能只是運氣吧 可是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大腸癌的一些前兆 舉例來說 排便習慣改變 本來便秘的便 拉肚子啊 黑便血便 黑的要黑到很黑的顏色 對 舉例來說 像撒基努這麼黑的 撒基努這麼黑 撒基努這麼黑 你把他吸頭 他吸頭 他吸頭就對了 還要比他更黑 因為便血最容易混淆 因為一百個便血 九個痴瘡 真的 真的 很多人有這時候 還是應該做大腸鏡檢查 來做確定 對啊 如果五十歲以前 沒做過大腸鏡 可以呼籲大家還是做一下 那大概要多久做一次 對 五十歲開始做 如果沒有發現大腸鏡 可能五年之後 五年啊 如果沒有發現任何息肉的話 那如果有發現息肉 依照息肉不同的型態 可能有些是兩三年 有些是 一年甚至就要檢查 非常好 非常好 這一集他也有幾八歲 對啊 如果身邊有一些疑心病很重的人 真的要隨時注意 小心他們會做出一些很可怕的舉動 對… 遇到鬼還可以找人驅魔 那遇到這種疑心深暗鬼的人呢 你就拿他沒辦法啦 所以勸大家 凡事不要想太多 內心就不會有太多的小劇場 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焦慮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